故的娱乐圈 由这两天公开撒凉的所有明星情侣打卡上线 关键词张碧晨华晨宇各自精彩 那边散发恋爱酸臭味 这边单身独自美 520这个日子别人发博都是秀恩爱 张碧晨却是不走寻常路 今天自己发了520条微博 连抛三张自拍 他这个节日也过得仪式感满满了 就是右手无名指的戒指有点惹眼 难不成他恋爱了 想到这儿挂友就忍不住丑相华晨宇 可昨天他可没过节呀 相反人家忙着营业中 而且他不光不过节 还生怕大家误会他有新恋情 专门强调最近都在陪长辈 好吧你俩各自精彩 我们算是知道了 但是是不是真的单身过节 咱也不知道也不敢乱说 毕竟当初孩子都有了 大家也不知道呢 关键词 BABY自认演戏认真 安州拉BABY的演技一直是黑粉的槽点 但BABY貌似就和演技杠上了 不管是接戏还是采访 都想证明自己有多努力 最近在接受采访时 他就表示自己一工作就停不下来 大家都困了自己还没有 确实很敬业呀 拍满22个小时都不嫌累 他对演戏真的是很投入了 至于观众们不买账 BABY觉得可能是观众没有代入感 他在演每一个角色的时候 都是按照自己的感受去演的 网友们马上就反击 他特别认真还演成这样 就是没天赋 的确演技这东西 不是特别投入就能立刻变现的 但话说回来 不努力 那就更不可能有提升了 关键词 520圈内官宣读 昨天这场虐狗大会 王彦林最有诚意 直接亮出结婚证 他和老婆爱嘉妮赶在520当天登记结婚 公布婚讯的时间还卡在老婆生日的922 确实是真爱了喂 其他的小情侣也趁势撒狗粮 女演员孙一就高调宣布自己恋爱了 只是男票是哪位 目前依然是个谜 小花许玲月也晒出了和男友的甜蜜合影 除了长相外 他的男票和孙一家一样差无此人 不管他们到底是啥身份 反正都是有对象能过节的人了 单身狗们除了酸外也就剩下祝福了 关键词 忘却红尘变高桑 过去几个月 我们的荣祖儿小姐姐一直在内地参演各种综艺 工作相当之忙碌 过于操劳的她上个月累出了病 嗓子都发炎了 让粉丝们担心不已 近日荣祖儿在社交账号上晒出了一组合影 并派文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照片中 祖儿和妈妈献身寺庙祈福 为了尊重场合 母女俩打扮的都很朴素 回到家后的祖儿精神状态也好了许多 妈妈剪了短发也十分优雅 而跟母女二人合影的高僧也是熟人 正是演员林伟亮 虽然也参演过不少角色 但主要还是因为曾是周海妹的男朋友而被大家熟知 分手后的林伟亮爱情事业都不如意 看破红尘出家 至今已有12年 虽然已入佛门 但是跟圈中的一众好友关系依旧要好 看容祖儿这张的三人合影 就是妥妥的老友记的节奏了 关键词 刘翔前妻晒近况 子儿个520 许久没露面的刘翔前妻葛天 也满脸幸福的冒了个泡 与大伙拜个520 照片中 葛天坐在化妆间里满脸笑容 左手拿着手机自拍 右手摆出剪刀手 庆祝520 剧组工作人员给他整理发型 面前的桌子上还放着剧本台词 看来没少苦读剧本呢 蓝额更吸引眼球的是 葛天还喜提超大巨型玫瑰花 玫瑰花数量多到数不清 不知道谁这么大手笔呢 这次葛天拍摄的是古装系 他戴着金色头饰 头发盘起来 还插着金簪子 造型非常漂亮 简直美爆了 而且皮肤白到发光 对此有粉丝留言道 发情线和皮肤爱了 葛天为父表示 做最亮的灯泡 圈圈怎么看 葛天都有点人逢喜事 精神爽的feel 坐等好消息呢 关键词 娱乐圈新一代打工人 邀圈圈说 520绝对是个好日子 这波连北京电影学院的 毕业典礼都选在了这一天 除了今年毕业的 王俊凯参加毕业典礼 去年毕业的关小彤周野 也回学校补拍了毕业照 记录下青春的美好印记 关小彤在微博晒出多张 和同学的拍力得合照庆祝 粉丝也纷纷表示开心 终于没理由造谣关小彤言毕了 而双喜临门的周野 同时晒出自己的学士服 和生日party照 哎妈 这生日绝对终身难忘 再来康康调皮的王俊凯 爬上金字塔顶端 就为把学士帽扔到最高 而拍完后 更是直接从金字塔上滑下来 就输米皮 Anyway 恭喜大家正式成为打工人 期待小花生们 越来越多的好作品 关键词 宋丹丹孙子喊露面 昨儿个 许久没露面的巴图 也加入了大型秀恩爱中 碰出自己和妻子王伯谷甜蜜的视频 视频中 不仅有巴图和伯谷的恋爱亲密照 也有伯谷的运渡照 还爆出了一家三口甜蜜的 在海边玩耍的照片 那 巴图和伯谷一人牵着孩子的一只手 儿子的身高 刚好够到妈妈的大腿根部 小身板看起来十分壮实 除此之外 视频中还有儿子和妈妈 一起读绘本的图片 伯谷亲密的抱着孩子 虽然面部被打伤了马赛克 但是能够感受到 娃儿是相当的可爱 对此有网友惊奇发现 三岁了还包尿不湿 喂喂喂 这位同学 你的重点错了喂 好好吃狗粮不香吗 关键词 气威夫妇秀恩爱 520这天 就是天赐秀恩爱的日子 气威和老公李承炫 放出大招 po视频虐狗 两人黑白配情侣装布霜 还有演出情景剧 表白互撩宋秋波 再用马赛克结尾 有点少而不宜的意思哟 前阵子还有小道消息 说他俩离了 这下可就打脸了吧 气威夫妇这么高调 其他明星CP 当然也不会落后 王子文张子怡 晒涂涂美照 将朝杨子花样 摆出表白老婆 敢在昨天这个好日子 欢宣的CP也不少 结婚的结婚 恋爱的恋爱 大家是争相加入 秀恩爱大赛呀 关键词 男团成员吸毒被判刑 爱豆他房很常见 直接上演铁窗类也不少 昨天韩国BTOB男团成员 男艺人郑易勋 被判四年有期徒刑 罪名是涉嫌吸毒 这报道 他涉毒的数量和金额可不少 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供认不讳 然而都这时候了 他的公司还在洗地 说他是因为年纪小 压力大 才通过错误方式消除压力 哎呀 这样的理由 谁都没办法接受吧 身为偶像做出错误示范 不退团退圈道歉就说不过去了 这年头追星真是个难事 必须火眼金睛 才能追到真偶像啊 我想和你 慢慢走进那天爱的光临 让神圈顾我们相伟的心 就算利亚第三角的魔力 也不能让我失去你 在新城的国度 新国里亚蒙古 这世界很酷 对不起 没有